今天我们所生存在这个社会 在这个地球上 遇到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这个时代对修行人来讲 看你怎么用法 你用得正好死 用得不正坏死 怎么个用法呢 心要正 你就用得正好死 在这个大灾变当中 你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怎么不是好死 用得不正 你有恐惧 你有不安 那个麻烦了 你到山沃道去了 那就是坏事 是好事是坏事 不在外面 在你自己的用心 各个方面 许许多多灾难的 平息 有同学告诉我的时候 网络上非常非常之多 我们要不要去看 不必要 为什么 看那个没用处 没有利益 你知道那么多 你烦恼就多了 你心不会定下来 通通通通不看 不闻不问 好在这些灾难 如何应对 化解 就一个 一句 总的原则 叫我们 断无休闲 该邪归正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就行了 我们还有寿命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就走的 灾难过后 你还是会留下来 如果命该如此 有供业吗 在这个灾难 跟一些人一起走 虽然一起走 每一个人去处不一样 我的去处到极乐世界了 大好事情了 所以 任何灾病 不经不布 心事难定 一不变 因万变 头脑是冷静的 一句佛号念到底 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常常想着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深圣 深圣佛号 与阿弥陀佛感应到脚 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生到极乐世界 一切都圆满 所以这是一个好事 阿弥陀佛 警惕我们 警惕我们 勉励我们 独处我们 放下外面 一心相道 这一心相道 就是一心念佛 遵守大师至菩萨 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 独夕六根 尽念相及 独夕六根 我们把六根 从外面境界收回来 眼从色上收回来 而从身上收回来 六根从外面 六种境界收回来 不向外缘了 向内 内是自性 言是见性 而是闻性 观世音菩萨 就用这个方法 翻文文自性 信称无上道 观音菩萨怎么称佛的 就修这个方法称佛的 那独夕六根 就是反文文自性 言反观观自性 住民心界限 静念相及 用清净心念佛 不怀疑 不夹躁 这两句话说得容易 做起来真难 念佛 念不到意志向 很多妄念 夹在这里面 把念佛功夫破坏了 这个事情 别着急 越着急 就越糟糕 这是什么呢 从这个地方 你能够体会 你的心都散乱 平常你没有 纠察到 这一年佛发现 心怎么是这么乱 妄想怎么是这么多 你就发现 这时候怎么办呢 别理他 随他去 注意力了 注意这佛号上 不管咋念 念久了 忘念就少了 越来越少 证明你的功夫 越来越得力了 努力去念 希望能在一年当中 杂念 减少到最低的程度 念一个小时 有一两个杂念 可以 不能有太多 两个小时 有三五个杂念 功夫就相当不错了 杂念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自私之力来的 所以平常用心 心量要放大 不再想自己 多想想 极乐世界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这是好事情 多想想极乐世界 多想阿弥陀佛 也可以多想想苦难众生 我们看到众生 这样受苦 这么受难 慈悲心 升起来了 自己一定也晓得 现在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 只有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成就了 自己有智慧 有能力 有神通 在道家自行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来得及 这些苦难众生 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 所以就是 心要置于真理 也可以说 心住在真理上 别动了 这些苦难众生